家里就是有大事的话李先生说了算 但我们家没有大事 如果觉得很辛苦的时候 可能挑对方的毛病 然后小小的吵一架 负面的能量释放出去之后就会变得比较好 结婚的1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短暂六个月 他对我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每天需很温暖 结婚11年之后这些都没有了 惹哭我大概只有一次吧 就过了一个暗黑的母亲节 就是那一天从早到晚 他没有让过我任何一次 比如说我想要去洗个澡 他就说我们要出门 你不要洗澡 你刚脱脱拉在干嘛 然后结果呢 出门的时候他就带小孩去买早餐 就在我家的对面 我就心里想 你为什么不让我洗个澡就好了呢 然后出去吃饭的时候 有一位爸爸帮小斯大找到玩具 我只是讲了一句 哇 这个爸爸好有耐心 李先生不知道哪一条线开了 对 我最没耐心 别人都做得很好 我做得不好 我就觉得哇 怎么了 今天不是母亲节吗 不就是我最大吗 当天晚上我就 好好地用声音跟他沟通了一下 从此之后我的母亲节过得非常地顺遂 我觉得看每个人的个性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 如果在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说话 时间到我就过了 最大的不一样是 早期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会一直追着我跟我说 一定要把话说清楚的人 但是我在生气的时候 我是说不出话的 所以我其实比较会冷战 然后经过这十年 十一年的潜移默化 他现在已经很懂得 只要我生气 他就不跟我说话 有时候会长达两个礼拜哦 好像又拖太久了对不对 那我们还在找一个平衡点 但我觉得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蛮懂得 看夫人的脸色 就是希望那一天 小孩都不要叫妈妈 什么事要叫爸爸 也希望爸爸 什么事都不要叫妈妈 自己做 那一天 我不是妈妈 我也不是老婆 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他好像母亲节 没有送过我东西 他好像比较重视我的生日 我觉得他的心态 还没有调整好 他会记得帮他妈妈过母亲节 但不会记得帮我过 很美艳 很舒服 我希望我自己给别人的感觉 是很舒服 然后这几年我开始在学习一个 就是不希望给任何人压力 然后开始修正自己的品气 我觉得年纪可能到了 所以我希望做所有的事情都是 节奏可以慢一点 步调可以慢一点 我觉得是在 好想哭 在帮我小孩捶衣服 然后烫他们衣服的时候 跟你亲手把一件小小的衣服 烫好 烫平 然后折好 放进他们的小衣柜里头 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女人我最大 好想哭 好想哭 好想哭